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 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二清明節的 之後有天氣報告 受到東北季有風的影響 我們今天天氣仍然會比較乾燥 我要提醒大家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已經是生效 表示火災危險性頗高 大家今天數目的時候要特別小心火種 7點多時各區的氣溫普遍有19度左右 天色方面可以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受到季風影響 華南地區的雲層相對比較少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的天氣情況 都會跟過去一兩天差不多 仍然會帶著天晴 日間天氣乾燥 今天天氣都幾以下 最高的氣溫都會有25度 大家數目的時候 可能要帶著遮遮太陽 至於接下來的幾天 我們預計影響我們的季後風 會逐漸被一股海洋氣流取代 這股海洋氣流 亦會為我們帶來一些比較暖和潮濕的空氣 所以接下來的幾天 我們預計天氣情況 將會漸轉為一些潮濕有霧的天氣 日間天氣都幾暖 最高的氣溫大約是25至26度 好了 這次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